把这一颗罗汉松给它做造型 一起来看看 像这些的话 我们之前是修剪过的 同样修剪过的话 出来现在这些机条 有点这个很乱 像这些很长 这些的话我们也要给它升旅线 一起来看看 升旅线给它绑扎 以后固定位置 像这个机条的话 是往上翘 我们给它升旅线 以后的话给它绑扎 升旅线是为了一个定位 更好的一个定位 这样它在这里的话 也要做成一塔 云塔 我们给它用旅线来给它捆绑 这样子固定以后 整个平面都出来了 这边这个塔的话也是一样 给它升旅线 以后的话 给它固定位置 这个机条里面的一起的话 把镜面给它抄出来 像这种小机条 我们同样也给它上旅线固定 像这种 现在的话我们给它压上来 压成平面 像这个平面一样 这种小小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小旅线 把它固定一下 像这个机条一样 固定 往这个里面走 我们这里面的话同样也在这里 连这个铝线一起固定过来 这样子就平面了 就通过去收剪了 通过收剪以后才刚好 这边这台是平面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拉了两卡 这个机条同样也是用铝线给它上 这个机条我们给它从这里上 往下压 这个机条的话是之前剪过的 现在长出很多的侧牙 在机条顶端就长出来了 说上的话我们又给它上铝线 给它捆绑起来 然后压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做云塔的一个故乘 现在所有的机条的话先给它上铝线 往下压 然后这个铝线的话 我们再从这里转回来 固定外面的机条 如果是外面有一些机条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铝线做一个固定 一起行腰过来 往下压 这个平面就出来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机塔我们已经做了 现在我们再把机塔已经做出来 机塔 机塔的话是比较小的 我们同样也给它上铝线 上铝线的时候 把这个铝线踢到机条边 这样子的话就往下压 外面的机条的话 我们可以用铝线来巡摇 来做成捆绑 固定位置 这样子捆绑 可以把这个牙条收回来 像这个牙条的话我们可以收回来 这样子做 现在做出来的话 这个平面就出来了 这上面平面的话 这个同样也要给它上铝线 像这种 机权的话我们通过来修剪 你看每一个顶端长出很多的一种刺牙 就是通过修剪 我们给它上铝线 也要给它滚绑 像这种机条 我们边边的机条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铝线 来给它围绕一圈 把机条这样子拉进去 收进去 小心点收 然后我们把长的机条 像这种机条 都是这样子捆 捆一圈 捆一圈固定 把这个铝线收到这边来 这个铝线的话是往下压 把同样这边的机条一样 给它巡摇一圈 这样走过去 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平面的银塔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就像 像一把扇子一样 以后我们修剪的话 就是跟着这个形状去收剪 这样子的话 长出来的这些的话也在修剪 再看一下这边的 这边的话我们也给它上 这边 一塔的话也是往上找 这一塔也是往上找 然后的话 我们同样也在这里上移层 给它固定位置 这些机条的话 都是同样是打顶部的 已经在顶端长出很多的刺牙 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给它上移层 作为固定位置 尽量去把里面的一些机条 抽出来 像这种长的一点机条 我可以打弯 打弯给它回笼出来 像这个机条一样 像这个机条 能看到吗 这个机条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 做一个弦摇 做一个弦摇 给它固定这个位置 这个往上拉 然后再找一根铝线 从这边来过来 这个铝线同样 我们也是从这边 从这边来过来 也是轻轻的搅一圈 锁定位置 让它靠到这边来 这样子的话就整体的变成一个银塔 让鸡条更加的平整 这样子的两个塔 已经平衡出来了 这边这一塔的话 也是给它全面上满旅线 其实鸡条的话 都是鸡干是没有剪的 反正我们再给它剪 因为鸡前剪的时候 有时很长 有时不够长 没有统一的剪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铲了 同样也要给它剪掉 这个鸡条可以 可以往这边走 可以往这边走 以后的话 把它回拢过来 这样子 这里的话打一个旋软 回到这边来 这两根小鸡条 同样给它用铝线固定 用铝线固定压长平行线 这两根 同样给它继续绑到这边的铝线来 这外面还有一根小的 同样也给它固定 现在做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平掌的平面了 再到我们顶端这上面的话 我们用铝线来给它全部缓在一起 这个是做为一个平掌的顶 长了给它压 然后做一个铝线枯起来 然后通过修剪 我们就直接用铝线来在上面固定 上面的话 我们就与一个平整度做一个圈 给它圈起来 全部圈起来的话 上面就是一个顶 一个平面的一个顶 通过平面的去修剪 我们拿剪刀来给它修剪 像这种长的 长的 我们通通的给它纠结成平整的 上面这些多的鸡条的话 是让它往上长 上面就不管它了 让它与上面的一个平面成为一塔 这样伸上来 这样长上来 面的话同样给它靠拢一下 现在的话就出来了 造型 顶上的话就是一个顶 让它整体的修剪以后 整体的平整过来 上完铝线以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 现在的话 床面是这样子的 每一塔的话 我们现在就基本上 已经做成平面了 上面这里还有一塔 这边有 上面是这样子的 顶端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鸡条 是把这个鸡条 这里围起来 以后上面的话是剪平的 这样圈起来 以后的话正常去修剪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做出来以后 效果怎么样 可以看看 这个是罗汉松的弹景造型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